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家伟在2008年的和平老故事之后 其实就一直备受台湾议坛的矚目 这次参展的作品 他也对就叙事策略上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然后今天跟他对谈的人是黄胜宏老师 他是台湾的议评人 他对艺术家的作品 其实常常有非常多精辟的见解 他其实也对我这次的策展有非常大的启发 所以我一定要念一段文字 这篇文章其实蛮久以前了 是2014年 他去探讨艺术家如何重返叙事 他里头举到的一些人 像是舒玉璇、高俊宏当然还有许家伟 说他们的创作 共同汇聚了一股朝向他人生命经验的创作趋势 然后去重新审视叙事 在当代艺术中创作的重要的位置 正是因为这是一个经验 越加震荡破碎 创伤记忆难以言喻的时代 我们才更加需要一种崭新的叙事力量 需要更敏锐细腻的想象与表达形式 来记住那些原本被遗忘压抑或忽略的生命故事 也就是说他这种推进他的生命故事的能力 他不是只是基于一种单独的道德倡议 而是因为他这是这个艰困年代 以艺术创作者必不可少的美学回应能力 我觉得这段文字对我这次的策展 其实是真的有非常多的延伸的想法 那我相信今天盛宏老师也会对许家卫的作品 有更多精緻的见解 好的 谢谢各位参加这次的创作论坛 也谢谢赤宰的邀请 我跟家卫昨天在聊天的时候 其实大概organize一下今天的进行方式 其实比较会是我大概替家卫的创作铺成一些潜质的问题师脉络 然后我们会进行两回合的讨论 但因为毕竟是创作乐台 所以我自己基本上还是比较希望多听一听学家讲话 多听一听他的分享 所以我的分享部分大概都会比较精简一点 那大概就是提出一些问题师跟关键词 希望可以帮助各位进入家卫他的创作思考 同时我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拉出一些 我觉得有意思的单单议题出来 好 那在正式进入之前 我稍微提一个插题的话 就是我觉得那跟家卫聊天的时候 我们谈到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家卫跟我说 他回顾大概差不多台湾 零六零七年 就是零七年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讨论 叫做顿错艺术的讨论 那时候在这个 有点像是检讨台湾年轻创作者 如何面对历史 如何面对这个政治议题的那个能力 那时候就是有一番小型的论战 那当然那个时候就是意见量非常的多 到底台湾的年轻创作者有或没有 或者是如何在艺术作品里头 表达对历史的看法 对政治的看法 那时候其实有不同的意见 那只是我们两个就聊到说 从06年如果我们要算一个十年的垮度的话 走到2017年 其实这十年间变化蛮大 就我们看到到了2017年的时候 好像年轻创作者可以回应历史 可以回应政治性的议题 几乎不再是个问题 好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 比如说去年 去年北美馆与党蛮大的展览是这个 尤为策划的 就是破生影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在破生影 已经发展出一种这个策展跟艺术家合作的模式 其实是可以通过艺术创作去 就是通过作品再回应历史 或者是把历史的这个文本跟档案 重新火化成一个新的艺术创作 所以如果搞不好真的可以写的 不是用的题目就是研究 这十年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其实也许会蛮有意思的 这是一个题外号 就是我觉得这个十年其实提供了一个很不一样的 就是年轻创作者创作的这个 整个大社会的氛围跟背景 这个我希望先跑出来 做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前提 好 那在正式进入这个 我们今天的创作论坛之前 我想提一个关键字 这个关键字叫做信任生产 就是production of sincerity 信任生产 这个字是有一个蛮重要的一评价叫做 Boys Boys Boys他在他有一篇文章叫做 自我设计与美学责任的时候 他也有聊到这个话题 不过他主要是在谈公众人物的自我形象的设计 他是在谈说到当代年 比如说一个公众人物他说真话 说真话的公众形象都是可以设计的 都是可以透过媒体操控设计 所以到我们这个年代 仿佛出现一个危机 就是连说真话 这个都可以构造 这件事情都可以构造 那可是当我们整个扩大来看 但其实不单单只是公众人物的信任生产问题 它其实还包括影像跟文字的生产 影像跟文字的生产本身 好怕都进入一个信任生产危机 我觉得这是一个信任生产危机的领袋 那当然比我们时间比较近的 其实可能就是比如说演书 或者是去年可能最热的一个话题 其实在谈一下新任的问题 就是文字的生产 或者是内容农场的生产 它是一个信任危机的状态 可是如果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一点点 比如说大概2000年之初 或者是90年代末之交据 差不多数位影像技术成熟的那段时候 那段时候也有另外一个讨论 其实是在谈影像的生产 它也进入一个sincarity的危机 所以我觉得综合的这两个脉络来看 我们好像当代其实有一个视觉文化的背景 它其实是在面对我们到底怎么相信影像 还可不可以相信影像的问题 所以我先抛出三个问题 是来作为今天讨论的基地 第一个就是说很基本的 我们还可不可以相信影像 或者是怎么相信影像 重新相信影像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说我们那来都知道 影像有它虚构的一面 可是这个虚构的面像 它如何作为 就是比如说某种政治的表达 或者是抵抗的潜能 这个其实是我这一次的 这个影像的模反 就是整个展览大体上的论书 其中一个区块 其实也有提到这一点 第三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在谈视觉书创作 所以其实是在问说 那视觉义书创作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 新增生产的根基 这个比较是我想先在前面提出来的三个问题 OK 好 那正式进入佳伟的创作的讨论 我觉得我们之前大概都可以看到说 菊佳伟就是这些年的作品 慢慢发展出一种能耐 其实是可以去回应历史 对历史的故事也好 始料也好进行考诀 他有一个蛮有意思的对话的前面 那我们会看到说好像这几年 年轻的创作者像他这样 就是慢慢发展出一种艺术家的前演 但这个前演能力我会说蛮有意思的 它其实是一个相遇式的经验状态 它是一个encounter 简单讲相遇式经验指的 就是说它是一个 你在没有进入田野之前 你在没有跟人事物招讽之前 其实你并不真的知道那会是什么 所以它是一种相遇式经验 可是这个相遇式经验当中 不管我们说它是一个机遇 是一个巧遇 或者它是一个偶遇 就是它其实有非常动态的 这个意义生产的层次 那这几年就是艺术家的这种田野的状态 它其实已经跨越了 比如说在这个80年代之前 早期人类学讨论所 碰出到的那种问题 就是说过去人类学的这个研究里头 他们可能有一种坚持是说 人类学家在进入田野的时候 他其实是为了要把那个田野对象 知识化 课题 生产出一个比较坚实的 或者是具有那种公众性的 这个文化知识 可是人类学大概在80年代之后 慢慢的开始有一波很大的反省 这个反省就是在思考说 可是这一种把这个文化他者 课题化 知识化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种信仰 这种信仰本身 会不会忽略的一些 就是有一些盲点 这个盲点主要是说 有没有可能忽略了 其实这个做田野的人 就是这个研究者 或者是访台的人 他其实也是个人 他其实是一个跟田野对象之间 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所以人类学家他的穿着 他的表达 他的述说方式 甚至他的暗示 其实会影响他的对象 那反过来同样的 他的对象也会影响着他 所以其实人类学家 跟他的田野对象之间 所形成的那个知识 他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知识 他不是一个单方面的 有这个人类学家 作为述说者 表达者 研究者 他所这个片面决定的 所以人类学家 他们就有一个 一个思考说 会不会 其实应该要正视这一种 研究者跟这个 他的研究对象之间 所形成的那一个动态的关系 我们会看到说 台湾这几年也蛮多艺术家 就是大量的使用 这个田调的工作方法 可是这个工作方法 有意思的是 我们看到他很快的 就是越过了这80年之后 人类学的这20年间的繁系 然后 那当然在前面有个前提 其实是说 当然在台湾 比如说像是纪录片的拍摄 纪录片的拍摄里头 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 对于这个拍摄者 跟被拍摄者之间的 那个伦理关系 到底什么是真实的 那个问题的探讨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脉络 一并拉进来 看的话 我们会看到 在这个2000年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当艺术家开始使用 像人类学的这种 这种田野的工作方法的时候 他其实快速的就是吸收了 这20年间的这个繁系 所以如果我们说有一种属于 艺术家的这个影像田野实践的话 那我会说 就是至少我们在家伟的作品里头 看得到 他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敏锐的 去关注 艺术家 就艺术家 跟他的这个田野现场的 人事物之间的这个互动关系的特质 我想这个待会 家伟能分享 他其实应该可以 谈蛮多故事的案例的 所以我会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 这样子看 就是 在艺术家跟他的田野的人事物之间 其实形成的是一个 话语共同体的状态 这个话语共同体 其实值得我们去关注 它是一个 怎样子形成的过程 那 我们有没有看到 就是在家伟的创作里头 他当然 他个人有非常棒的这个idea 然后也有很强的这个执行能力 可是绝大部分他的作品 都不是在展示 就是 这个只是一个 艺术家个人意志 或者是财情的展现 其实不是 你其实常常会在 包括跟他聊天 或者是去细读这个作品 背后故事的内容 甚至这个作品生成的过程 它其实是一个蛮动态的 甚至是 甚至是 其实是一个相互牵引的 这种生成状态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就是在这个家伟的神灵的书写里头 神灵的书写里头 神灵的书写里头 我们看到那个 那个影像的场景 其实一方面是一个艺术家在场的状态 就是艺术家跟这个天下元帅 就是要述说 说明他 作为一个创作者 他打算怎么执行他的创作进化 所以要进入一个 他其实是一个跟神灵之间的 对话节的这个位置 可是同时间我们会看到 就是在神灵的书写里头 家伟 就家伟他 他其实是一个 这样整件事情 就包括 包括这个村民们所使用的 这个 这个扛击的 这个 请神的这个仪式 然后 乃至于周边的这个影像的配置 相关的资源等等 就是 艺术家也进入了一个 有点 我会说他像是一个 coordinator的角色 就是他像是一个协调者 他协调者 让这一切事物可以诞生 那 但是 在这个 作品所打开的这个空间里头 我们会看到就是 恰恰是因为作品 他形成了一个新的基底 而这个基底 使得 那个 元帅 他的意见可以表达 又或者是他 他 对于他的这个 这个 武藝山上的那间庙的 这个 构造 当时的这个 这个过程 这个 这个神灵移居的过程 他的那个 说话者的位置 可以在作品的 这个空间当中 现身 所以我觉得有意思 就是说 在家伟的作品里头 他都刻意构造了一个特殊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让一个 不是只是他做了创作主体 来讲话 而是另外一个 比如说一个范林的存在的这个主体 另外一个主体 可以现身 可以说话 的这个位置 那这个是我觉得 在我们看这个 这个家伟他的这个创作里头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也就是说 我刚刚前面讲就是 如果我们说这是一个 画与共同体的状态的话 那这个画与共同体 其实恰恰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种当代的影像创作当中 变成是一个重点 所以就是在这里头 我们都看到艺术家 他透过影像创作 他并不是为了要构造一个很致密的 好像只是在讲一个故事 甚至只是在讲一个构造出来的这个叙事的状态 而是这个叙事状态 它是一个有点松动的 被挤开的 然后在里头有非常非常多弹性 让不同的声音可以在里头被贯穿的一个空间状态 那这个是我觉得 在第一个阶段里头 第一个阶段里头的分享 我想提出来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画与共同体 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们回头去看 就我刚刚在前面提出来的这三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回头去看 在当代我们使用影像创作 而这样子的一种创作方式 它可以成为一个信任生产的新的根基 我第一个部分先分享到这边 是不是就请家卫稍微聊一聊他 奥光不管是神明的书型 又或者是他在更早期的创作当中 他怎么看待这一种 就是创作者跟他所面对的 田野对象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 OK 谢谢大家今天下午过来参加这个座谈 那也谢谢王思聪刚刚精辟的这个分析这样 那我觉得刚刚有讲到几个蛮关键的问题 那我觉得刚好也是我想说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就用这个过程的铁匠 铁匠这系列的创作过程来做一点分享 也算是回应这个问题 这是 因为其实整个铁匠系列大概是从2011年底开始的 然后一直一直进行到2016年 那时候在台北参展又再展出最后一个阶段 那这过程 几乎自己的想法有很多的转变 然后我也是就是在里面慢慢摸索 或是时间一种创作方式 那我想就先跟大家 就主要分享这个过程 还有中间一些想法的转折点 那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作品 其实 这是2008年的时候 那时候做的一个叫做和平道故事 那其实它影响了我后面 就是等于是我创作的一个开端吧 后面的很多作品其实都多多少少跟这些作品有关 那这些作品呢 是我那时候2008年做 那它开设定也是在那个吉隆的造船厂 然后 这个造船厂是二战期间 就是日本政府拿来造军舰的 所以是那时候日本政府最南端的军事造船厂 那我里面是邀请我的祖母 他在讲一个这个造船在日治时期的故事 但你在画面里面呢 你常常会看到一些这个 可能是空白的画面 你只听得到它旁白在讲什么故事 然后它里面讲的故事 其实又不见得是跟画面是对应的 那我想讲一下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处理的手法 然后在后面有一些转变 就是我那时候在想 比如那时候想法其实很单纯 就是从我祖母开始嘛 就是它是 其实很多老人家都是这样 就是出生都是日本人 那后来变成中国人 然后后来有大家觉得 你应该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就是这种身份 大家都看到很多的转变嘛 然后历史的课本也是版本一直改 所以那时候是因为这样的想法 就是好像这个官方的这个叙事 其实是很虚构 那其实这个已经 现在慢慢已经都越来越了解 这个东西很虚构 那但这些东西它怎么 怎么 这东西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那个历史课怎么创造出来 或是我们以前看那个 国语课本 每一篇课本 其实都是一篇故事 一篇故事嘛 所以 这些东西的创造其实也是靠讲故事 也是靠跟你讲一折一折的故事 所以 潜移默化 你就这个 慢慢的就 接受了 这个 不管是爱国的故事啊 等等都是靠故事告诉你 那 我的创作又是透过这个影像创作 好像也在讲故事 那我这个讲故事跟那个讲故事有什么不同 就是我会不会其实也是在用一样的逻辑来讲故事啊 那 我当时的这个和平昌故事的第一个 这个 那时候我创作比较关心的就是 我怎么透过这个 画外场 这件事情来处理影像的取势 就画外场 比如说我们看电影啊 它摄影镜头这样拍嘛 然后如果有一个演员走出画面外 我们看不到 它不是说这个演员消失 而是这个演员走出去 这个空间看不到 你们还存在 它不是不见 这是一种画外场嘛 那有时候还有 还有很多种画外场 比如说我们看那爱莎的作品 大家都认识张曼玉 一看就是知道是张曼玉 可是 他在影片里面有没有跟你拍说 哦张曼玉怎样怎样 什么他的故事 没有嘛 可是他一看就知道是张曼玉 马上这所有的画外场的东西就出来了 就是我们对影像的理解 不见得要靠影像的再现 所以当时的这个 这是我的一个方法 就是如果在影像里面透过影像外的东西来讲事情 他就不是用一种再现的逻辑 这样要跟你讲一个故事 让你这样灌输你这样的故事 那后来我做完这作品 我就想要做一个延续这个作品 我就想要找一个这个岛屿来拍一片 那为什么我的想法 是因为 呃 就是 我们台湾是个岛 可是之前我们都是 很多的教育 就是 想像我们不是一个岛 我们可能是整个 整个 中国大部分都是我们的领土 就是 或是 日本的教育等等 所以 这个岛我们踩在上面 可是却很抽象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象征 所以我就想要找一个岛来拍一片 那 我就 其实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就开始才会进入到这个 跟铁甲也算有关的创作 我想讲一下我一开始的想法 就是我本来想要 做 找一个岛 然后 我要在上面弄一个卡拉OK舞台 要邀请很多老人家 在上面唱日本演歌 所以我觉得 这个 这个是一个 就我当初的创作计划 我觉得 这个很有趣 又回应了日本 日治时期 历史等等 那 我就 在2011年的时候 我就在这个 北干 大家看到这地图上 就是看到这个龟岛 我就觉得这个龟岛很漂亮 我就想要在这个龟岛上面拍 那 因为要去拍 我就要跟当地的相公所申请 就是让我去拍嘛 结果 这个乡长的回应 让我整个 就整个 让我突然 反思了很多问题 然后 就是很震撼 因为乡长跟我说 这个岛 是属于这个神明 铁夹 有出来管的 所以我如果要在这个岛上拍 我就要去 请示神明 因为马祖有八十几个 大大小的 所以我唯独这一个 是他管不了 因为这个是神明的 所以我如果要拍 我就要请示神明 那 这个 刚刚这个 这个龟岛 它的对面就是琴壁村 我就在这个琴壁村 然后 就是 那个村长 就 帮我召集村民 就举办 举行这个 铁夹一帅 寺 寺铁夹一帅 仪式 不过给大家看一小端 这个请示仪式的过程 他们呢 他们呢 这个 四个 一塔轿子 然后有一个桌头 这个 符啊 稍稍稍 交起元帅上轿 那元帅上轿以后呢 他们就在这桌上 撒香菇 那你就可以跟元帅讲话 他就会去 撞这个桌子 在香菇上面 那 所以 大家不可能 就他请了 工作 激励 然后 我进行了这样的 仪式 多次 十几二十次 那 其实就是很奇怪 因为我会自己看这样子 对 那 他的问题 不是滑杯 滑杯 滑杯只是 是非他 好 好 好 他刚刚在最后 就是他写他那个甲铁甲的件 然后大家就说元帅好 就是 因为有时候 臣民刚上来 他可能会写别的名字 有时候不见得是铁甲也是在上轿 但如果是铁甲也是在上轿 他就写个甲 然后大家就问他问题 那他这种 就不是像滑杯 滑杯你只能问是非题 回答就是是或不是 但是这个可以问各种深论题 什么都可以 所以 他就 然后他写的字也 就真的大家可以看得从头 那有时候是用声音 比如说他敲鼓虾 就代表鼓 或是有时候是画土 那 怎么知道他的答案 他没有特定哪一个人去翻译的 他就是大家看七嘴八嘴讨论 他讲什么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我这个 我讲完一点 就是 所以这个打破了我原本的想法 就是我原本觉得 我要做一个日志史起 有关的题材 然后参考 可以在这岛 我觉得这小岛很漂亮 可是就 这个岛不是我 这个龚人想的很简单 就是 这个岛是 其实它背后有很多 它自己原本 脈絡在那 我原本只是把它看作一个漂亮的岛 可是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个 它为什么会是铁甲的船馆 就是铁甲原本是一个青蛙 它是1400天这样大陆出生的 然后它第一间庙 大概五格的时候被烧掉 那后来就是搬 在马祖是它的第二间庙 就在这个岛上 那这个岛呢 因为马祖大家知道 变成这个前线基地 所以军队呢 就又把它的第二间庙拆掉 所以现在这个岛上 你已经看不到庙 它就是一个岛这样子 所以铁甲也在第一间庙 被共产党烧了 第二间庙又被共产党拆了 然后我这问他的问题 就在第三间庙 所以其实这背后 这逛这个岛背后 就有很多的 複雜的这个背景 然后还有第二个 就是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 我原本不是说我要做自治事情 有关的题材 可是后来才发现 对啊 马祖根本就没有经历过自治事情 因为马关条约 另外就只有个让台湾跟澎湖 马祖跟史莱斯 清朝政府 所以我原本的想法 完全就是跟这个地方 是各个不入的 所以我其实 这让我整个去改变了我的创作计划 那我先很快的先给大家讲一下 我原本的第一个想法 我跟铁甲帅说好 那我就是计划要改了嘛 我就跟他说 那我想要在这个他的柜檔上面 把他以前被拆那庙盖出来 那这个元帅就 就是跟我说 呃 就是不行啦 他不同意我 在上面盖庙 他说我如果 就是他不准我在上面做任何东西这样 所以我就只好就是 想别的方案 我就跟他说好 那我这个庙盖在别的地方 工作室 然后我用合成的方式 后置的方式 我在现场我就摆个绿幕 然后都是摆在拍完就可以移走 复原没问题 然后就是用合成的方式来拍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 我那时候的作品 你看你们看到一个老人在庙里面 唱这个敏剧 然后所以慢慢画面慢慢推 你会翻写的 它是一个绿幕 然后最后会呈现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 已经消失的庙 在一个岛上 那这个 这个帮助我的创作代表 很大的改变 就是说 呃 我刚刚讲的 合体岛或是原本我在思考的 画外场 是透过 画面或是声音 去召唤一个画面 内看不到的东西 讲故事 是靠你看不到那些东西来构成故事 而不是靠你看得到的人来构成故事 那我用这样的方式来 回避掉影像在线的危险 这件事情 但后来我在这个作品里面 我更 因为这个过程 实在太曲折离奇了 所以就让我更意识到这个 有关拍片这件事情 背后的行动的这个意义 就是 比如说我们拍电影 拍电影跟你拍一个故事 可是拍电影的故事 它背后拍摄的这个过程 其实它是一场真实的行动 所以它其实有两个层面 它一部分它是有关虚构的叙事 可是 这虚构叙事的背后的生产过程 其实是一个真实的行动 甚至可以很极端的把它讲成 它像行为艺术这样子 它其实是一个真实的 在一个现场 一群人在那个地方 各种协商 所生产出来的影像 所以 这影像如何生产出来 就慢慢变成 是我们一个更主要的一个问题 而不是说影像 是什么样有力量的影像 怎么进出有力量的影像 而是我更把重点放在 影像是如何生产出来 这个事情是 那我 很快的跳一下后面 就是说 我做完了这个归岛以后 我就想去这个 远率的出生地 我刚才说它是比方说青蛙 有1400人在大陆 那个江西的一个村庄 有一个小池塘出生 所以我就回去它出生的地方 这是它出生的那个池塘 然后我在那里又拍了一部片 今天时间比较短 我就先大概的跳过 那我要给大家看的另外一个是 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就是我在江西拍的片 那拍完这个片以后呢 其实我把这整个过程 我把它写成一个小说 然后那时候刚好有这个 威尼斯算一展 然后在台湾观展 我把这整棍写一小说 那写完这个小说 然后威尼斯也展 我就 这小说呢 是我访问的这个过程里面 七个不同的人 然后我把他们故事写一小说 然后我展完以后 我就拿来给元帅看 就是我在这个问题是 讚啦 结果那一次元帅就很生气 就是说 我怎么不经过他的同意 就把这小说就印出来 那这个那时候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反应 那也不了了之 但是这件事就是让我想了很多问题 我后来才 就是 为什么没有问他 其实我们现在听觉得 诶 诶 可是你仔细想 我这个小说 写这七个人 我访问七个人的故事 然后这七个人 他们都 都同意了 就是我访问他们 然后我跟他们说 我这最后会变成这个 这 他们都同意了这样 然后我就做了这个 这个小说 其实当事人都同意了 但是突然冒出一个 是铁甲元帅不同意 那 这 这其实 呃 我觉得是一个更 更 更深入的 这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 我之前不管在归岛 或是这个 在大陆拍的 或是小说 我是把铁甲元帅 当作一个议题 当作就是 从铁甲元帅来看 各种跟信仰跟政治历史有关 他被我当作一个议题 可是铁甲元帅 他可能是真有其神 就是他是一个真的 他有他自己的主体性 他觉得 这个不是一个议题 知道吗 这是他的故事 那他的故事 你怎么可以 没有问他 那这其实也反映在很多 像铁调长或人类学的 一些问题就在这 就是 我们把对象当作议题 可是他也是一个人啊 他也是 他的生命经验啊 他不是一个议题 不是一个主题啊 那这常常就是 也是在这种 或是 藝術家 跟他的对象间 常常会有种 文理问题 发生 那每一次 其实就不了了之 但是 呃 这个故事有点长啊 我就直接跳到这个 陈寗的书写 呃 我 所以后来陈寗的书写这个作品呢 就是把 我 跟元帅 我们之间的这种工作过程 我们之间的 这个 对话的关系呢 直接在作品里面呈现 这整个过程里面呢 就是我其实是一直 被各种这个 这个 呃 好像是一种 我介入他们 他们介入 这种互动关系 我自己一直被改变 那 这个过程呢 我觉得 他是整个 这个计划生产一个 很重要的预防 然后 有时候啊 这个创作过程 好像艺术家 会觉得自己 很客观 或者是自己 跟这个 你拍摄的对象呢 是 有一个距离的 你这样看这个对象 好 但是事实上 你也是 只是一个肉身啊 你跟他们只是 一起 在这村子 一起在这空间啊 你的一举一动 他们也会给你回应啊 也会反射啊 这是一种 一来一往的过程啊 所以 这中间不是说 谁是对象 谁是 创作 这个关系 你知道吗 你也只是这个 你 我跟他们 我只是其中一分子 所以我也一直在被改变 然后 当然 我如果不出现 他们会有另一个样子 但我出现他们 也会改变成另一个状态 所以 我就在这个作品里面 就是 直接呈现这个 我跟他们一种 对话的关系 这样子 有点讲太多 但是这个 接下来算这个 过程 大概有几个 嗯 就是 跟我之前和平老故事 大概 就是有这些 创作想法上面的 转折这样子 各位 其实我觉得 本来就是 需要让 嘉维多分享一下 这个 创作的背后的故事 不过 真的 就像嘉维刚刚说的 就是 这个 这个是一个 蛮有趣的 动态的过程 那同时 就回到我刚刚前面说 如果说它是一个 话语共同体的话 那这个 话语共同体 它有没有可能提供 某种程度的 sincerity 这个 sincerity 可以帮助我们 避免 就是重新回到 那个好像 影像总是要再现一个 把建构过程 隐匿起来 排除出去的那种 我们说 one side story 的那种状态 这个是我觉得 也许是大概 影像创作的一个 蛮重要的课题 那当然 其实嘉维在他的创作里头 有非常非常精彩的 这个会议 好 那接下来的 第二个 第二个阶段的分享 我就比较是 因为我毕竟还是一个 异评人 所以我觉得 我有义务仍然 要把嘉维他的创作 就是拉到一个稍微 大一点的脉络去讨论 所以在第二个阶段的分享里头 我会拉大概三个艺术家 进来跟嘉维的创作 进行一些相互的掺照 那这些掺照 我觉得 某些地方应该可以帮助 我们更进一步的去思考 就是在这个 现在这个当下 台湾年轻创作者 他们究竟如何透过影像 又或者是透过影像 背后的这个行动 来回应历史的问题 或者是召喚记忆 好 我大概会提三个艺术家 第一个艺术家叫蒋冠桥 然后第二个艺术家 大家大概就比较有时候 很想输一些 第三个是王立桂 我会提成冠桥的原因 是因为其实冠桥 某些地方跟这个 嘉维好像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 冠桥他 他14年的时候 他有一件作品 叫做《地方将方一说》 然后说什么 把它挂好起来 因为那个说 其实他是一个 希腊牙语的说 就是冠桥他 他其实也是一个比较 就是贴近 从这个 人类舔调的 这个路线出发 进行创作者 他现在应该是这个 南异的 这个 博士班的学生 那他的这个系列 是14年的时候 就开始进行了 他的这个 田标对象就是 在台湾冠田 这个社子部落的 这个 谢拉雅组 他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是他的电影对象 那他 他特别感兴趣 就是他们的这个 部落里头 原来叫做 黄仪的角色 这个 这个黄仪的角色是 这个 他们谢拉雅组里头 就是在进行 这个 这个 祭典仪式的时候 就是作为人跟神之间 沟通 建立最重要的 那个角色 但是过去大部分 黄仪通常都是 足以头 就是 年长的女性来担任 可是 这个 冠章他碰到的 这个 这个天影对象 蛮有意思 就是他很特别 他是一个 年轻的男性 他是一个男的 黄仪 叫做尤为人 尤为人 尤为人 这个是尤为人 那 我等一下会给各位看一个文件 这个是冠章作品其中的一个一环 我觉得那 这里头也很有意思 这里头也有一个神灵的书写 就是 他就是跟这个昂仪做访谈对话 那这个昂仪他就是跟这个西拉雅族的那个神 叫做阿吏祖之间聊天 那这个阿吏祖就跟这个冠章就是建议说 那你要不要就来做一点这个访谈 那访谈什么呢 就访谈 就是这个年轻的尤为人 他作为黄仪跟这个阿吏祖之间出世相遇的故事 然后 然后 这个 就写下他们两个相遇 然后人跟神之间就是 就是相互约定我们要学习对方的语言 就是学习希拉雅语跟台语 两种语言交换 就有点像是我们那种 在这个麦当劳 或者是一些这种 这种咖啡店会看到那种语言交换 就他们两个一开始有点像是这样 那冠章的身份就是他作为一个访谈者 他去把这个故事摘入出来 把它写下来 所以他一开始的这个体验内容是这个 但是后来冠章觉得说这样还不够 因为这样好像只是单纯的在讲故事 他想要再多做一点 所以他就请了一些这个语言学家来 就是请了一些语言学家来写住他帮忙 就是进行这个希拉雅语的这个翻译 翻译的工作 所以他就做了一件这样子的作品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 右手边是这个 你们的方向的右手边是这个中文的翻译 然后左手边是这个希拉雅语 这是一个就是冠章他用当年就是 希拉雅族跟清朝的官方 在进行土地买卖的时候 所用的那个土地契约的契约形式 他就用这个 借用这个契约形式来写故事 就是把这个昂尼他跟阿里族相遇的故事 把它翻译成中文 就是一个中文跟希拉雅对照 这样子的一个文件 然后最后盖一个手印当作就是 就是回信说这个文件它是有效力的 就是冠章他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作品 那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说 就是两个层次 一个就是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有一个冠章他跟一个范琳的存在 之间的这个互动跟对话 然后同时间他最后的这个作品的产出本身 他又把它转成一个就是冠章他说 他希望他这个作品可以日后变成是 推动这个希拉雅语的族语的翻译的 教材的一个答案 那当然这个工程非常非常庞大 其实蛮迟疑的 我还不知道冠章他后来推动的如何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 就是应该是跟这个嘉维的创作最靠近的一件艺术作品 好 那另外一个是这个舒逸賢 舒逸賢花山墙也许蛮多人都看过 所以我大概就不多说这个作品的内容了 那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可以提出来的地方 就是其实在舒逸賢的花山墙里头 也有一个跟嘉维类似的企图心 就是说透过这个影像空间的创造 这个影像空间本身可以让一些原本 本来没有办法说话的 比如说本来紫杂人那个金铜玉 他不会讲话 可是在这个影像所创造出来的这个空间里头 他开始可以发声 可是这个发声又不是把紫杂人偶拍成 比如说像是那种就是一个动画 其实不是 他又不是单纯只是为了要讲一个虚构的故事 或者是一个没有缝隙 看不到后台的这个故事 而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同时间意识到紫杂 就是作为台湾的商账书里头 很重要的物质文化 那个物质性 以及同时间就是这些物质背后的那些符号 比如说那里头的这个日式洋楼啊 的这些符号 他本身所牵引的那个历史脉络 所以出现他创造了一个很特别的影像空间 就这个影像空间 同时可以让观众意识到 就是这里头有故事在进行 可是这个故事同时间会牵连出去 一方面回到这个偶 就是紫杂人偶的这个物质性 同时间也连到背后的历史内容 有这样子一个很特别的影像空间 然后再加上就是回到我刚刚前面说 就是他有一个为了让那个本来没有办法讲话的历史叙说主体浮现 所形成的这个很特别的影像叙事的状态 这个是我觉得也可以拉进来让这个花山墙跟家伟的作品 进行一些对照的地方 然后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我想提的 就是在花山墙的末尾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是 就是你如果看花山墙的前 前差不多三分之二的话 你会觉得大吉山还是就是 好有那个末尾有时候的河岸有点搞笑 又或者是让那个紫杂人偶就是说一些 这个玩笑话的那个说故事的状态 可是在花山墙的最末尾 末尾这个末尾特别安排的一个场景 就是让那个主角浑身重生火海 就是重生这个 因为我们最后总是要把这个紫杂屋烧掉 可是这个花山墙的末尾就是一个镜头 不断后退 不断后退 后退到我们观众看到整个 就是紫杂屋被火烧 然后这个法师在做仪式的这个场景 所以换句话说它有一个后退的这个空间 就是退出那一方面退出那个原先 像动画一样的这个稀有空间 同时间也帮助我们观众退回到一个 我们可以全观这整个场景 一个比较厚色的城市 那我觉得在这个画面里头 其实跟家伟刚刚前面他分享的时候 他在谈说就是他总是希望把这个画外场拉进来 让这个观众可以意识到这个故事建构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两者其实是可以一并放在一起比较 就是虽然说手法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都蛮有趣 就是创作者都很清楚了 在他们的影像里头展示 就是他们没有并不意再建构一个 就是好像具有沉浸性的 在线性的这种影像状态 而是其实希望让观众看到更多的 这个后色的意义建构的层次 这个是第二个例子 好 那最后一个是这个17年 就是黄力慧 黄力慧是一个台湾蛮有艺术的 主要是以行为创作为主的艺术家 他之前有一个小小的个展 叫做《时间的女儿》 这我大概要花点时间解释一下 《时间的女儿》是那个英国的业语 就是真相是时间的女儿 就是他的那个展览名称是从这个来的 可是他给了一些蛮有意思的 这个额外的这个加料 就是他就说 立慧是鹦鹉的女儿 鹦鹉是这个黄力慧的爸爸 然后鹦鹉旁边洋虫 就是乍看这样蛮奇怪的这个探词 但这个黄力慧他其实在这个背后 他其实也是想讲故事 而且是讲他爸爸的故事 那我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黄鹦鹉先生 黄力慧的父亲 黄鹦鹉先生 他是这个大众信服党的党员 就是台湾早期这个共产党的党员 但是黄鹦鹉先生 他同时也是一个正式受难者 就是他在戒业时期的时候 曾经被抓去关 在这条关了好一段时间 所以那个鹦鹉讨厌洋虫是因为 每一次这个洋葱味都会让这个黄鹉先生 回想到他在他被关的时候 就被关就是所有正式受难者 挤在同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 那个尿烧味啊汗味啊 全部挤在一起 然后跟食物混合在一起的那个味道 所以他一辈子都好练吃洋葱 所以那个洋葱就在展览里头 变成是一个重要的视觉的一项 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 其实是在这个展览里头 另外他做了一个不平衡的桥桥板 就是你现在照片上看到的一个 他是一个长短两边都不等长的桥桥板 所以玩这个桥桥板其实会非常非常难玩 因为他两边重量不平衡 然后他把这个桥桥板架在他们家的公寓的顶楼 然后这个第一位他就邀请他的父亲 跟他一起玩这个桥桥板 然后把他拍成一个行为录像 就把这个玩桥桥板的过程拍下来 那个规则很简单就是 他跟他爸爸就是从桥桥板两端最远的地方 摇一摇之后相互靠近一个 再摇一摇再相互靠近一个 所以越靠近中间的时候 因为那个异曲越来越小 所以你就变得要越费力才能够让这个 这个桥桥板能够晃动 那个整个过程就是一个 两个人玩桥桥板越玩越尴尬 越来越费力的这个过程 那为什么要拍这样子一个桥桥板的意象呢 是因为黄英文他想要重新找到 某一种方式去阐释 在他父亲身上那个被错认的政治认同的尴尬 因为你如果今天去搜索大众幸福党 你会发现维基百科上面会说 大众幸福党是一个台独的政党 可是黄英文其实在后面很明确的跟你表达说 他是非常简底的左统一场人的政治信仰者 所以可是因为当年被戒严政府抓去关的时候 就是被扣一个台独的反叛的帽子 然后这件事情就一直一路错认到今天 然后变成是他政治认同上一直抹不掉的一个很尴尬的标签 所以在这场战略在办的之前 就是黄英文就跟他女儿讲说 拜托你如果要做战略可以吃 不要再让我被错认了 可是对黄英文来说 他作为一个政治受难者二代家庭 长大的小孩 就是这一切都很复杂 很难向你解释 一方面他也很难向他的父亲解释 他的年轻一辈他的同侪 政治想象的境界来不同 然后他也很难跟他的爸爸 或者他爸爸当年的那些革命伙伴去聊说 那两代之间的政治信仰不同 对国家想象不同 这一切都变得非常难谈 可是在这个悄悄摆荡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 他这个悄悄摆的行动形成了一个很复杂的 既是家人情感之间的 同时也是不同重量的生命经验之间 创伤机之间 又或者是这种国主认同之间的来回摆荡 就是同样会找的一个方式 让这个来回摆荡得以被视觉化 尽管这背后很多层次其实都谈不清楚 甚至无法谈 那个创伤机其实无法谈 插比讲一下 我有一次碰到胡淑文 胡淑文是台湾一个很重要的作家 专门处理创伤机很重要的一个作家 胡淑文他就讲说 其实政治受伤的家庭里头 常常有一种非常非常基本的情感的那种难处 就是比如说上一代会要求下一代说 你为什么不能够感同我 你对我的小孩 对我的儿子或女儿 你为什么无法感同我身上 所曾经经历的那一切重量 那一切劫难 我希望你能够跟着我一起 担起这些重担 当然可是对政治受伤的二代来说 这个其实常常非常非常困难 所以这种重量 生命重量之间的那种不平和 其实他难以述说 可是在这个王丽慧的作品里头 他找了一个我觉得蛮有意思 视觉化的方式 就是一个虽然没有办法 立刻解决那里头 好像不管是政治学的 或者是历史学的那种争议 可是可以让这个争议 或者是某种程度上的这个政治对话状态 可以被呈现的一个平台 就艺术作品变成一个 让这个空间可以被打开的平台 那我为什么要把 特别把立会的作品拉进来 来谈是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们看家伟的作品头 你会看到这种倾向 就是比如说在家伟后来谈 这个回末村的展览的时候 其实那也涉及一个国民党的孤军 一路前进台北 在台北当地的状态 就是既在国内又在国外 那种非常复杂的政治纠等 就是我们都会看到就是 当代的影像创作 似乎提供了一种条件 这个条件让就是 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历史的研究 又或者是这种政治学的研究里头 它未必有办法细致的讲述的那种状态 在视觉艺术里头反而找到了一个新的述说的可能 那我会觉得如果纵向的来看 就是不管是家伟也好 又或者是跟他差不多年纪 黄丁文应该比较大一些些 差不多年纪的 这一辈的台湾年轻创作的 好像都有这种意图 就是他们觉得 事实上是可以透过艺术作品来讲复杂的政治议题 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在他们的创作背后 都展示某种程度的信念 就是对他们来说 就是透过艺术作品讲这些复杂的历史也好 政治的议题也好 不是问题 我所谓的不是问题 不是说那个复杂难解的问题 可以立刻在作品当中解决 而是说就是要透过作品来呈现这种思考 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仿佛在他们的创作当中 那个创作的意图本身 那个sincarity 那个sincarity就直接提供了一个base 一个基础 就是我们不再是处在一个 回避这些讨论的状态 而是很积极的透过艺术创作来谈这件事情的状态 这个是我觉得 也许家伟待会可以多分享 就是好像有一个非常令人玩味的这一种信念 这个信念其实是放在艺术创作上面的 好 我觉得我应该也讲太多 我就谈到这边 那是不是就让家伟来多谈谈 不管是回避墨存又或者是他后来的一些思考上的转变 就是 刚刚讲了其他的艺术家的作品 那就是我想说用这个回避墨存这个计划来回应这个问题 那我想先讲一些想法就是说 比如说刚刚我们开头有提到这个2006到08有关顿挫艺术啊 或是微信感性啊这些讨论 那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艺术家 他好像也有影像 在处理这些历史啊 政治是什么 看起来跟十年前是很不一样的 很多大家会讲 十年前对年轻艺术家的想法是什么 跟今天是差别是很大的 那我觉得这种其中有一个 一个我会去放去想的问题就是说这种距离 就比如说我跟结缘的那个事件距离 我跟那个事件距离有一种30年的距离 那结后的某一批的艺术家 他们跟那个事件可能只有五年的距离 那或是想象一下就是 如果你讲你自己的事跟你讲你爸爸的事 或是你讲你阿公的事 这不同的距离 你对一个事件的那种 我觉得它其实我们在这些创作里面 有时候你可以感受到那种距离 就是比如说我们讲 你跟父母亲 可能还可以感受到一些很紧张的那种 不管是父权啊 或是等等 还有一种紧张 可是你跟爷爷好像不会有这个父权的问题 所以你台爷爷的时候的谈法 你可能可以更轻松 或是什么 不知道 我觉得这有一部分是我们跟这个事件跟历史的距离 然后还有也是这个距离让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工具来处理这些 然后还有一些是比如说政 我举一些比如说一些新闻啊 嗯 一些政治的 或是一些大的事件 有时候这事件刚发生的时候呢 它是很紧绷的就是各方的立场 各方的意见啊 是很一种很紧绷的状态 这时候你讲任何一句话 马上就被放到你是哪一个阵营哪个立场等等 你是在哪个角度看这些事情 可是如果隔个五年或十年后再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可能有一种松绑 所以我在想这种关系 就是说 对这个历史 或是在作品面如何创造这个空间 第一种是好像有一种反抗 反叛 第二种是好像我们说 掀开 把这些被抹去的 隐藏的 大家没知道是掀开 然后还有第三种我觉得是松动 就是把它从原本既有的全制框架里面去 去松动 它不是去给出一个新的意义 而是光是松动它这个动作 就有很多新的意义产生 那 我 我等一下会讲一下这个文莫春计划 我觉得我怎么想那个松动 这种问题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背景 就是我 这个毁莫春计划也是我大概2012年 其实跟隔壁讲也在几乎同时 就是 我有时候坐隔壁讲也在这 有时候去做一下毁莫春 那就是2012年的时候 我到这个毁莫春 毁莫春大家可以看这地图 就是 在泰国 缅甸 缅甸 辽国 交界的地方 那就是金山脚附近 那 其实 我刚刚有一个东西弄讲 就是蛮重要 就是 就我刚刚说 有一个就是 在我创中也其实一直有一个巧合 或者说巧遇 其实在这个 在这个计划也是 就是原本我的讲法 我其实是 就是有人跟我讲那个毁莫春这个地方 他其实不是特别讲毁莫春 他讲这个山区 就很多人讲中文 一个态度就是要跟我讲 然后我去查资料 发现有关这孤军的背景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事情 国共分店 然后有一支部队 我们哪个部队逃到这个地方 然后回不去中国也没来台湾 就一直待在那地方到现在这样 然后不是有一个小说 我要写的《抑郁》还有电影 那我那时候就是想说 好 我想要去这个地方 去找这个抑郁 抑郁描述的场景 我想要回去这些场景里面 然后我就请这个 到处问人 朋友的朋友 有谁认识 那你的人可以帮我接应一下 然后后来就有一个 先给大家快来看一下 这就是毁莫春 然后 我呢就是有一个朋友的朋友 就是说曾经在这里做过志工 就介绍那牧师给我认识 那我到那个地方以后呢 就是好像又一样 好像根据那个法族规刀一样 就是有一大堆事 突然完全打乱我原本的计划 就是我本来说我要做这个 抑郁里面讲这些场景 我要去找 结果我到这个地方以后呢 就是整个才发现有很多 不知道的事情 就是这个牧师 我刚到他家 他家就有很多小朋友 然后后来发现说 他其实也有弄一个这个 在那家弄一个孤儿院 然后你们这些小朋友 是因为 这么多孤儿 其实都是跟毒品有关 毒品走势 教育有关 所以他们的父母亲 因为这些纠纷 然后他们变成孤儿 因为这个地方在80年代的时候 他矮落一产量 占全世界80% 都是从这个地方来 那一直到现在都还是 这个边境都一直 还是有这些问题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牧师 他其实还有个身份 就是他 他以前是情报员 他是1967年的时候 加入情报署 然后做了39年的情报员 那为什么会有回末村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 当时的冷战期间呢 美国跟中华美国合作 然后在这里成立了情报局 用来监视中国共产党这样 所以整个回末村 就有点像是情报村 那这些事 是我原本在台湾不够 不够 不到的东西 那 都在这个区域 可是 我们讲过 共分年到这个地方 是 呃 是 国共分裂 这是1949 1950的事情 可是我刚刚做的这个冷战情报员 这1970 在你相隔20年 就是 其实他是有很多不同的 这其实也是一个 一个 可以放大一点来看的问题 就是 比如像台湾其实也是这样 我们刚脱离这个子民时代 日本子民时代 那马上 这个 国共分裂 或是这个 冷战局势 很快 你又被绑进另外一个 更大的架构 那这个区域其实也是 它原本是 是过公分年文 但很快的 因为冷战的关系 各自选边战 你又进入了另外一种架构 那这个东西是我 其实我一开始是不知道 所以 我刚才要讲的一个重点 是说我觉得 其实我创作很多是建议在这种 其实很多都是巧遇 我的重点看起来是对历史很有兴趣 可是其实我的初衷或动机 其实不是这样 就是 比如说刚刚有一个故事 但是跟我 因为是我阿嬷 跟我阿嬷有关 然后很多重点其实是因为 你遇到了不同的人 当你去问 你过去做过什么事啊等等 或你想要了解 那他讲出来的东西就变成一种 个人的历史 我的创作其实常常是这种 其实是一个连一个 一个一个不同的巧遇的过程 然后慢慢去形成了一个网络 那我觉得这也是 也是这个工作方法很重要的部分 因为如果我是一开始就研究好了 我看开地图我就想 好啊 我要在马祖做一个作品 在回摩村做一个作品什么什么 那我跟那个 我刚刚说的这个官方的历史书写 其实差别不大 就是我其实已经 有了我比较谈的东西 我要 我要在作品上呈现什么 我用这种视角 来做这个规划 可是在我创作过程期 反而是我遇到不同的人事物 连来连去连去 然后回头过来看 才突然发现它形成了一个什么 所以 我觉得有一种这种 创作这种 顺序上的差别 我 很快跟大家讲一个东西 就是 讲一下这个 这个冲动这个东西 就是 我们如果一般想这个孤独军啊 就会 这个很可怜啊 他们从中国来啊 待在这个地方 不能回中国 没来过台湾 等等的 用这样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就是 我 我后来把它 再把它放大一点 就是大家有听过这个 熔米亚这个概念 就是 其实 好 那就是大家看这个地图 这个白色的部分 熔米亚这个地区啊 就是指这个 呃 这个东南亚 三百公尺 高地范围 这个地区叫熔米亚 那 这个其实是2009年 在人类学上 拿出来 讨论很多的一个概念 因为这个区域 它用地理上 三百米的这个范围来谈 它不是用一个 它不是用一种国界的概念来看 然后还有人类学的很多研究呢 其实是从 你研究哪个文明 你研究哪一个文明 的这种角度来处理 可是这个区域 它也不是说哪个文明哪一个文明 它就是在一个很混杂的一个边界地区 那这个区域其实在整个历史上呢 它经历了很多波的不同的这个难民 移民啊等等这些这些问题 那有一些是好像是被迫离开 但有一些又是一种选择 比如说它跟它旁边的第一地国家的有一种 有一种反抗的关系 或者它选择它要到这个区域 那不过一方面是因为这是山脉 它其实是比较难治 特别周围都是农业国家 他们都是这个你赴税啊什么 都是跟田是绑在一起 那这种山区以前的技术就很难管理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这个这个 这个 刚才讲的孤军 它就像是近代的又 又新一迫的这个移民到这个区域 那大家可以想 比如说像 其实就很像那个水浮传 就是水浮传一开始 它都因为这个贪官污吏啊等等的问题 然后被迫之后上两山 然后大家聚在两山就成一个势力 这个就是很像这种关系 可是我们在很多的这种国族叙事里面 包括水浮传的最后就是这些人归向政府了 然后还帮着抵抗这个外地变成英雄这样 这故事总是这样说的 就是最后他们总是还是回去了 然后又做了很多事情这样 可是我们真的看这个区域啊 其实是 其实是没有什么 没有人真的最后都回去的 没有人回去他的原相 可是当我们讨论这个区域的时候 我们总还是拉着这个 扣着这个 他是从哪来 他的这个原相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 我就这估计哪 其实在某一个阶段 我们现在会说他们很可憐 他们没有办法来台湾 没有回去中国 可是在1970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台湾已经放弃反共大陆 本来他们会让他留在那是因为等着要反共大陆 可是1970以后台湾基本上已经放弃了 所以就叫他们回来 可是他们就不回来 这一次不是他们不能来 而是他们就不回来 因为你已经隔了20年 他们都已经在那里成家立业啊 都有他自己的生活 新的生活 那干嘛还要跟你来一个台湾 他从来没来过的地方 那他们就跟当地泰国有很多的协商 他变得很像用病 这样吗 对 跟共产党 换他们的居留身份 但我要讲的是说 这种 有我在想作品的这种动员也像是 可能比如说我们对一个事情 他包括像这种 他跟他的原相的这个关系 可是如果你只着重在这关系 你就不会去发现他在泰国那区 他跟其他民族 他们怎么形成一种新的生活 新的一种关系 那在这作品里面呢 我是回到了这个情报局的这个遗址 就是刚刚说这个牧师 他曾经是情报员嘛 回到这个情报局的遗址 然后呢 我就邀请了这些老兵呢 回到这个地方 就是曾经在情报局工作做过的老兵 然后我邀了一个这个木偶剧团 他们在这个地方表演 他表演的这个木偶啊 是这个哈鲁曼 那他可能知道这个罗摩耶娜 就是印度神话 这个罗摩耶娜 就是王子啊 反正一些原因被驱逐 住在王国 到深山里面待了14年 然后一直到遇到哈鲁曼 然后他哈鲁曼 其实就是孙悟空的原型 就帮助这个王子啊等等很多事情 那跟水舞传一样 这故事的最终 这王子会去复国了 变成国王了等等的 这后半段都又会到那样的叙事 可是前半段其实很有趣的 就是这王子如何去了猴子国啊 去了什么地方 去了什么地方 的这种经历 那我觉得 其实我说的这个 松洞有时候就是 就是像是这种 然后他在那个被驱逐的山地里面 他的各种新发现什么 如果他最后又被拉回到那种 果主叙事啊等等不同的叙事里面 那些发现都是 都会变得不重要 可是有时候这松洞 就是让那些新关系 他可以被看到 那我就邀了这个 韩洞曼这个表演 然后另外呢 这个 现在这个情报局这个 遗址的地方 已经是泰国陆军在管 就是他现在变成一个军营 所以是跟他们合作 就是要派发跟他们合作 那在影片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 韩洞曼的故事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看到 这个好像有一个这个 这个录音室 才录这个旁白 然后跟那个表演的现场 所以 你在影片你可以同时看到两层 哪一层就是 你可以听到故事 你也可以看到 说故事这个动作 就是 故事是一个 关于什么时候的一个故事 可是 你可以同时看到说故事这个动作 然后另外你也可以在这个 刚刚有提到这有关协调整 我觉得我在创作里面 像是做这样的工作 就是我把这个舞台设定出来 然后我就让这个木偶剧团 然后泰国陆军 我让这些老病 他们在这个舞台里面 他们去发声 他们在 我放了这些新的关系里面 然后重新再去发声这些关系 那这我觉得是一种 我的这个工作方法 那我先讲到这里 我想最后抛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有保留时间去挥移 我想最后抛一个问题出来 稍微有点挑战性 就是挑战一下家伟 但是我觉得其实确实是我 包括我在准备这个 这个创作论坛的讲稿的时候 然后以及在思考年轻创作者 他们如何在作品里头打开这种 不管是政治的也好 文化的也好 语言也好的这种协商空间 就是我认为最后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说 比如像家伟这样子的操作 让画外场进来 然后又或者是只是透过一个 跟田野对象协商的这个状态 来试团提供一种新的信任生产 让影像主义成为 我们讨论这些议题的一个空间 但我不禁会联想到 就是说 其实联想到的是那个 史泽曼的那个展览题目 就是当态度成为形式 我其实想要透过这个标题来 扣进来想 我接下来问的问题 就是 但有没有一种潜在的威力 就是说 当像这样子的创作 就是像这样子的 我们说它是一种工作方法 新的工作方法 或者它其实是一种操作侧面 因为当艺术家的这种操作 策略本身 变成是可复制的 又或者它其实变成是 某种风格 比如说 我们看 我假设 比如说 这些艺术家 跟许家文一样 开始在录像创作里头 把这个画拍场拉进来 觉得说 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好像呈现一个 比较厚色的观点 来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 生产这个 sincerity 那有没有可能 它就变得是 原本是一个态度 就是一个面对 点点对象的态度 面对这个 如何讲故事的态度 可是它最后变成一种形式 变成一种风格 那会不会 这个 sincerity 六小时了 本来可以生产出 那个真诚的 那个可能性 又会因为 它变成是一种操作成立而消失 这个是我思考的问题 那 是不是也请 家伟也想看看 或者是 我想也把这个问题 抛给在座的观众 我们怎么来看说 就是 当年心理艺术家 生产 发展出一种 新的影像的 工作方法跟策略 可是这个策略 如何避免 它变成是一个 可复制的 甚至是可操弄的 风格 一种 制造真实的风格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蛮值得思考的问题 OK 好 我觉得是 我觉得 我觉得的确有这个危险 就是 这个是 的确是会有这个危险 但是我觉得 呃 就我自己来说啦 就是 我刚刚讲的 其实从这个和平党故事到现在 呃 我等一下再讲一下 这一次展览的东西 其实它有 其每个阶段都不同的转变 所以 呃 这个我刚刚讲的 这个有关这个 巧遇 这件事情 也有关系 就是 它其实不是一个说 好 我今天拟了一个 我觉得 最完美的工作方法了 这个方法就可以做一百年 但其实不是这样 我会一直遇到 不同的问题 来 来 来 挑战 或是 批 那我 我发现我的工作方法不行 我 就刚好 那我就接到这个 这一次的这个 展览的作品来讲一下 就是 我这个展览作品是这个 呃 跟日志祺 台湾总部工业研究所的 歌曲 就有关 呃 大家知道 就是这个 台湾总部工业研究所 是在1939年成立的 一直到二战后 就1945 那 这 有关这个 时期的事情呢 已经没有当事人还在了 就是 你在影片里面 你可以看到那些 旁白回忆录啊 那 在这次展览影片 你听到那些回忆录是 1984年的时候 那时候是终战后的40周年 然后这些人聚在一起写了这些回忆录 可是 我 到了今天 已经用过了30年喔 30几年 就是 已经没有人 懂 没有当事人还在 那 我在做这样的计划的时候 我就遇到我刚 我就遇到新的问题 我刚刚讲的铁甲元帅 我还有一个铁甲元帅可以对话 我去回莫村 我还有牧师 我还有这些老兵啊 可是这时期 其实没有人喔 没有当事人喔 所以我要 我原本的工作方法 其实 其实又会 误回啦 问我自己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其实很多方法是 跟人的面对面 然后在不同地点 然后 是从这里 连连连连连 出一种新的关系 可是我今天 我可能是没有 当事人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像是一个着力点 所以我要重新思考 不同的工作方法 那 所以 我觉得 这个 这个 我一直是把这个创作的过程 看作是 就是一个 一个像旅程啊 或是什么 就是 我不是说 一种方法 它就能让我时间的好奇事 因为 它其实每一次都是在 面对新的问题 面对新的事情 你要一直 一直 一直 我 我其实一直被改变 而且你每一次遇到对象的时候啊 其实艺术家不是说 多厉害 就是 有 好像你进去社区 你要帮助社区 你要帮助社区 还是我要帮助回末村 还是 鐵甲眼带 不是 鐵甲眼带 是神明 它还要你帮吗 那什么都有吧 那要干嘛 就干嘛 所以 是 其实 其实不只神明啦 你说 我去回末村 你要讲到什么 有关这个 国共分裂 或是 情报局 他们才是专家 就是对我 我是一个 就是 完全不懂的人 所以我觉得 反而是艺术家 在这旅程中 被改变 然后 我其实面对了很多 其实他们都 懂得比我太多啦 这每一个对象 都是有他们各自 他们懂的东西 我是被改变的那个人 所以我不是有一个什么方法 说好 我要呈现一个什么主题 我跟观众 现场观众 差别 只在于说 有点像是 我帮观众 去 做了一趟 这样的一个旅程 或是说冒险 或是这样的事情 我是一个 也是一个观众的 跳板 或是坐立点 然后 观众跟回末村 中间有一个 对我作为中间 像 我觉得有点像是这种关系 但是 每一次 就会面对不同的问题 比如说 呃 讲一下这个 这一次的展览的作品 就是因为 它其实已经没有 呃 我刚刚说没有当事 所以 我面对另外一个问题 我觉得它其实更凸显的一个就是 就是 你怎么处理 檔案 文件 然后还有它 跟这个 戒命有关 我们今天是怎么看 那 原本的 原本的 原本的回末村啊 等等 工作法可能是 从这的人连出来 可是今天我 从答案 的时候 它关系更有点 反而有点像是google的经验 就是 你打一个关键词 然后这关键词呢 就会 跟你 列出这跟关键词有关的各种很像 高画质的 低画质的 什么乱七八糟 然后 是 先有这样一种 广络的关系 然后你在里面如何 如何去串 如何去让它形成 嗯 或搭各取所需这样 但是原本的这个 回末村 或者提前 可能是 某一个路线 你需要什么 需要什么 或是遇到什么 遇到什么 去出来 但是 在 在 以界面为 作为第一个 先面对的东西 然后面对档案的时候 它 我觉得它像是一种 先是这种网络的关系 那 我就很快讲一下 因为这些档案已经都不在了 所以 我在这里面 我就是重新在想 不是档案不在 嗯 应该说旁白里面 这一次旁白里面 他们都讲到说 当时二战期间的这些 档案他们在投降以前 究竟都烧光了 就是这些档案都烧掉 所以 他们所讲的事情啊 都是 都是那个 呃 呃 就是 都是个人的回忆 其实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的 然后他也没有 确切的因果关系 人 人时 地物都是 不精确 都其实都是靠个人的影响 所以我在装置上面 其实也是 想 想去处理的问题 就是我用一个电脑程式 然后来运算 然后让他来 来自 他等于是每一次的自动 都是每一次都是自动解决 你都会看到不同的影像 然后 十九篇故事 每一次你会遇到的故事也不一样 这样 他是一个即时生成 所以他不是像一般 想像影片中 他还是一个 呃 录好的 然后 播给你看 而是 你在看他的同时 他正在做解接这件事情 所以 他 他像是一个这样 一个现场的这种 这种 这种关系 那 呃 我觉得每一次的创作都是很多新的发现啦 就是比如说这一次里面 呃 我发现了这个有关科学科技跟历史的关系 有一种 用科技的 科技的 时空观 来看政治历史 那另外 里面可以看到一些脸符啊等等的 就是 好像也可以 在这个历史里面找到一些非人的元素 那 我先分享到这 对 然后 诶 我们 要 是 可以 非常 谢谢 李盛宏和佳伟的分享 我这边收到了一张提问单 是关于想要问佳伟最新的参展作品 《飞行七双off》和《赤者正言》 那是沐浸 那还是你自己来讲解 来 我自己看一下 可以 我先 因为我还是想以这次你的新的作品来问问比较好 因为毕竟 这是难得的 首映 首映场的 的 的创说论台 我觉得还是讨论这次的作品 然后 我觉得你这次作品 呃 呃 呃 就是你用 呃 预算方式重新去 呃 排列组合的 这个四个屏幕 跟你十九段回忆录的故事 我觉得其实呃 至少就形式上的创新来讲 我觉得他 呃 很聪明回应了一件事情 就是 呃 你这个录像不再有任何的版次 可怜 因为几乎他的排列组合就是 你 你不会出 因为他的字幕 呃 呃 画外音那个旁白 是 和那个 影像是分离的 所以他虽然有十九套故事 可他每 呃 每一次你看到的 所谓那十九套故事 你花了两个多小时把它看完 之后 你下一次 看到他同样在叙述 那十九个故事的版本的时候 他对的画面其实是 呃 几乎不大可能是一样的 然后 呃 呃 昨天我们在展场聊 我也跟许家伟说 哇 你这个作品可以 列入明年 那个大学指考的数学题目 就是说 当有四个屏幕 然后 最短故事三分钟 最长八分钟 然后有四九个版本 然后你有三百多个影像的画面 最短几分钟 最长几分钟 然后 请问 呃 这个 你下次要看到 然后 同样一个组合的 你要花多少时间 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 我觉得这个 这个蛮成功回应 就是说 你看大家在视觉艺术的领域 就是 呃 录像啊 摄影啊 都有版式这件事情 然后你这件事情 基本上把版式这件事情 给消灭了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值得 赞赏的 然后 然后回到一样 我觉得一样 这个是一个时间题 就是说 我觉得这次 呃 呃 湘宁在测展路数也提到一个 蛮重要的现象 就是重新拥抱叙事 这件事情 就是录像作品 其实 其实又某种程度 又回归了叙事的 道像 然后当然就是说 他的叙事 因为他不会只是线性 呃 像比较 当然还 也有一些录像作品 他就是 呃 更为 比较传统影像本质的 单线性 然后 家维这个其实 他的 他的叙事又 呃 我要说的是说 呃 你刚刚有讲的 你讲到的是 呃 四九的 回忆录 日军的那回忆录的 旁白 然后 你都附与他们一段 同样的开场白 所以就是说 我看到了那个 呃 呃 同样讲的那句话 他 他就标记了 这个叙事的开场 当然就是说 因为他的运算 中间也会 跳了一些时间 他不像平常的 循环播放 你会 呃 你会特别注意看 才 才会晓得那个是 开始和结束 然后开始和结束 就是说 他在这个影像的循环播放的时间里 就是 呃 包括盛宏 刚刚有提到去年的破神明 那余正达那件作品 就是说 他用岛屿边缘的一个文章 重新去做一个后摄的宣誓 然后 呃 呃 他的作品 特别 呃 特别要要求一个场次的 场次性的开端 包括就是说 他每半小时放一次 他的作品大概20分钟左右 他 放映结束之后 就会跟你说 你下次播映 还有10分钟开始 所以他 特别强调某种 你要从头开始看 这么一回事的 对 然后其实像 呃 呃 上吴那个 伊萨克的 的作品 他的作品其实也有很明显的开头和结尾 就是说 你看到他那个书法制的 呃 一开始 那个浪这件事 被写上去 到最后他被插掉 就是说他的这件事情 在所谓这种循环的 录像的这种 这种 比较传统 呃 传统的当代艺术的 在看录像这件事情 本来那些 油晃那件事情 在这里面 好像其实从 重新被消解掉 他好像还是要重新从 某种开端去理解 但我觉得你的19个版本 他也是一种 他也是借于一种 还蛮巧妙的暧昧在那里面 因为就是说 因为你 你不会有一个 版本是 起头 他19个是 平行在这 虽然他们都 一样的开场牌 那一样的开场牌 是你赋予的 一种做整化 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一个 就是说 时间的意义 在这里面 是什么 你重新叙事 跟概念 然后另外一个 我觉得说 另外一个特色是 也是可以跟现在的 包括整个灾难的 或者像你提到的 重新拥抱叙事 这件事情 即便是在后社的状态里 我觉得还有一个 可以值得考虑 就是重新入戏 这件事情 就是说 也回应到 盛宏提到 就是说 你一开始有提了一个 还蛮大的提问 就是说信任生产 怎么样子 重新被讨论 那我觉得说 比如说包括 Isaac的作品 就是 他从 比如说他的 1930年代上海 南京路的 他用多个视 镜头的视角运镜 你会发现 他故意 故意让某些工作人员 穿棒 就是说 你会看到他旁边 在推布景的 慢慢的在后面 推开了 然后旁边也会有一些 应该是工作人员 或者他没有尽通 导致于穿着实装 在旁边观看 他刻意把这些拍进去 那我相信 那里面有一些是 你应该说 他是虚构吗 还是说他故意要让你 用一种拆穿的方式 让你看到那种穿帮呢 那回过头 你其实更进一步 可以去问说 他们其实 其实是有意识的 有意识的被 被 被入戏 所以他们要重新入戏 所以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 回应到你的作品 其实你 你找了四个 四个说日语的人 我不知道四分四个都 日本人 但是某种程度 你有重新去安排 适合他们年龄的角色 去演那段旁边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 其实在整个后社 你其实还有某种 重新入戏 包括你 重新再安排这些叙事的状态 他也有重新入戏的一种 一种叙事 那我也想请你 聊看看关于这个部分 好了 谢谢 第一个有关绑词问题 我觉得 其实 我没有像你想的那么好 处理到绑词问题 因为 我这作品其实是 它还是可以有绑词 就是 因为 它有一个电脑 它是那个程式 还是可以有绑词 那个程式 就是说 只是这绑 绑词不是跟影像 绑在一起 它并不是说 什么影像 那种反式 而是那个程式的逻辑 它也可以是一个反式 那我觉得 这想法是 就是 有办法 智慧也是很 是很好的想法 尤其是我最近在想 也是跟这作品 有关的有想法 那我觉得 那是一个大问题 我 我目前没有办法处理它 但是 其实我觉得 有很多新的科目 比如说 大家用那个 比特币去快捏的概念 来想 或是大家用那个 KKFARCE串流 其实今天有很多 数位平台 其实提供了我们 对画 或是对音乐市场 做不同的 新的想法 它可能 你说比特币 是什么 比特币有 超多的大家都 各的商场 大家是 这些商场去确认 这个作品价值 它不是说 哪一个厂家 拥有哪一个作品 我觉得 就数位 今天的 有很多想法 可以拿来 重新去想艺术市场 是什么状况 但是我觉得 我其实是 目前 处理不到的问题 然后另外就是 刚刚讲的是 时间性 我觉得我是 有点这个 呃 其实模糊 就是每一段 其实好像又有开场吧 可是 我觉得用 每一次的这个 城市 它去即时间接 它去生产 我觉得 其实在这个 时间性概念上 有很大的差别 就是 比如说 我们讲这个 电影 或者是录像 然后是 时间性的艺术 可是 我们大家想 如果你带VR 这是时间性的艺术 还是空间性的艺术 就是说 我带VR的时候 我看前面 我后面还是 我后面我看不到 其实有东西在演 对不对 我头要转回 才能看到后面 我正面就会看不到 它就很像 你进入一个空间 这样看 所以它其实是 一个世界 存在那里 然后你进去这个世界 而不是这个世界呢 呃 呃 但是电影不是这样 或是 很多录像不是这样 是 你 呃 它几天 它什么时候播 然后什么时候结束 它是有一个时间性 那我觉得 我这次的作品 其实有一部分概念 其实跟VR有点像 所以它完全不是一样 就是说 它每一次其实都不一样 这件事情就在那发生了 它在那一直在发生 然后你过去 你听到哪个故事 你遇到什么 你遇到 就像你看一个雕塑这样 你知道吗 就像经过一个雕塑 因为这件事情 就在那发生 它不是像我们 电影这样子说 哦 它是片长多久 两小时 或是短了五分钟 或是 我觉得它不是这种概念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 针对时间性 这个是有 可以重新 从 可能有一种新的 想法来谈 这种影像 那我觉得VR就是一个例子 它到底是时间性 还是空间性 这样 对 然后 诶 好 就是 就是我觉得 刚刚那个 又重新入戏 我觉得就是 呃 我觉得以我自己的作品来讲 就是 就是这些角色呢 他们 他们在 其实他们一方面 他们被组织在这个舞台 在这舞台 有一种身份 所以同时 他们并不是 完全要去演另外一个东西 他还是有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有双重身份 就是 你可以看到是某个 身份在演什么事情 这样 这双重啊 我不知道 我觉得 Isa 我看到那个 有点像这样 就是 或是我们可以把它想到 他在演自己 还是什么 就是这些人 在演自己 那我觉得 就是 我刚刚讲 就是 说故事 可是同时 看故事的动作 那动作是一个现场 一个新世界 先这样 我很快 补充一个想法 我觉得其实 也跟这个年代的创作者 我观察到的一个趋势有关 比如说 如果你们去看台北 台北奖已经结束了 之前在台北奖 刚刚在 当代软空间 无期的作品头 我觉得有一个思考 其实跟家卫 这次的新作是实际相关 就是 我觉得 年轻辈创作者 都在重新面对一个很 根本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 就是 这个年代我们为什么 还要走进火速馆 看不下 我们明明处在一个 是一个 走在世界上 到处都是 script的年代 就是手机打开是荧幕 电脑打开是荧幕 走在外面 广告看板也是荧幕 这是一个 荧幕无所不在的年代 其实 这个年代的是 文化有一种偏见 就是 好像影像这件事情 是随时都可以交到我们面前 又或者是我们走在 城市空间里头 随时随地都可以 跟影像相遇 仿佛影像是non-sight 是没有场所的 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现 所以Netflix的逻辑就是 你随时随地都可以 在手机 在网路上看电影 电影是不需要场所的 那当然这个就跟 传统的电影的逻辑是 抵触的 可是我觉得 这一辈的年轻创作者 有这个意图 重新去思考 那既然我们今天 已经处在一个 影像无所不在的年代 我们如何说服观众 你仍然必须走进美术馆 你仍然必须走到 装置的面前 走到影像博弈的 这个世界的面前 来看影像 我觉得像武器人 那种女 他的那个装置的设置 形式 他一样是在要求 有一种观看 有一种跟影像之间 产生的那个互动的关系 是只有你来到 美术馆的空间 你才会重新获得 那个影像的 那个场所性 那个site 那我觉得家伟 这支作品 其实也有 我觉得也有那个特质 就是说 他每次都是其实生成 这个其实生成 其实某个程度上 他并不是一个 都给你把手机打开来看 他就成立了事情 而是他在那个影像的内部的 那个讲故事的结构的外部 还有一个空间叙事的结构 这个空间叙事的结构 是必须当观众走到作品面前 跟作品相遇的时候 这个空间叙事的结构才成立 我是觉得这个层次 会让家伟的作品变成 就是很抱歉 你如果只是在手机上看 或者你只是在电脑 或者YouTube上看 基本上那个 又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场所状态 可是 在这现场来说 这个场所状态 也许其实才是希望 才是艺术家所打开的 他希望能够带来一个 一个 我觉得 特别不一样的层次 我想就是 简短的补充 我觉得这个 影像的场所性 其实也许是 接下来可以死亡的问题 非常谢谢大家精彩的分享和提问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 就马上会后再去问 我们的艺术家和艺术 好谢谢